大家好,我是Mr.Emanso 今天为大家讲解就是HKDSE Practice Paper Mathematics Core Paper 1, Session 82, Question 14 这份paper可以在考评局以下这一个网址里找到的 请留意画面的讯息 如果你是不明白我做这期视频的理念 又或者如何正确地使用此视频 麻烦你放下这个画面 Otherwise, we can go on 好,又是reference page Circle Properties,你要知道每一次说出有关于圆形的题目 然后牵涉到Circle Properties,我就不宜验其烦地又要说一次给大家听 好,圆形性质我会用1,2,3,4,5就会去记住 1就是一条线,这条线就是指 Stand-a-clock distance,延深距 我常常教小朋友说 因为是平分,所以是垂直 所以就会记住其中一个圆形的性质 Line, joining center, and midpoint of court 当然是平分,因为是midpoint 所以垂直 所以垂直 Permindicular court Line, joining center, and midpoint of court Permindicular court 因为是平分,所以垂直 原心自然,终点连线 就是平分,所以垂直于然 所以垂直 OK,因为垂直,所以平分 Permindicular line from center 那还不是垂直 结果是什么? by set court 行不行 原心自然,垂线 因为垂直,所以什么? 平分,延 没错 好 等延,即等延深距 等延深距,即等延 那么 Court equal distance from center 还不是等延深距 行不行 那Court是什么? Court就是equal Court equal distance from center Eco OK Eco cost Eco cost 就是等延 Eco distance from center 就是等延深距 OK 好,一搞定了 二 一就是两条线 加上组织角 有关圆形 性质事的 就是 圆深角两倍 圆周角 Angle at the center Is twice Angle at the circumference 留意了 AB的两点很重要 在圆深角 两倍圆周角 因为AB的两点 它就射了两条半径出来 同时间 它又射了两条的弦 OK 射了两条半径 当然是圆深角 射了两条弦 去到另一个圆周点 当然是圆周角 另外一个留意的地方 就是 原深角和圆周角 它是要处在交错线形 即是在不同线形 现在 我们叫做 劣线形 就是minor minor Sector 就是AOB 就是教细那个 minor major那个 你可以叫做AOB major 或者ACB 这个就是大一点的Sector 行不行 它是处在两个不同的Sector Sector是什么 因为两条半径再加一个弦 就是Sector OK 好了 你自己解释一下 为什么Angles in the Semicircle 就一定是90度 没错 原深角 是180度 圆周角 自然是90度 Angles in the Semicircle 很简单 只要你 立刻在B射射两条半径 OK 那 AOB的原深角 就会是两FETA 而AB同时间也是射了两条弦去F 当然是FETA 同时间AB也是射了两条弦去另一个圆周点 即是射到F 又造成另一个圆周角 这两个圆周角自然就是双等 也都留意 同公形上的圆周角 Angles in the Semicircle 我们每一次都动用了四个Circumference Point 四个的圆周点 为什么要留意 当然是有后着 好 一条线 两条线是角 三条线 当然是三角形 我们这次就有这个Golden Triangle 铁三角 胡 延角 他们就会在 1比1的时候 是对等的 行不行 大家都知道 3P2 根据排列 三角排两个 我们会排出六个 排列出来 等胡 对等延 然后等 对等 等了六个东西出来 那你自己看 另外 然是永远不会跟胡 或者角是成比例的 是不会成比例的 所以胡和角 自己剩下两个 他们会是成比例的 然一定不成比例的 胡长与原心角是成比例的 或者胡长与原周角是成比例的 OK 那么 Arcline 是proportion to angle at the center 或者Arcline proportion to angle at the circumference 那四条线当然是我们属与的 Consciciate Quadrilateral 就是原来接四边形 行不行 那些什么 内角啊 外角啊 你自己看 那反过来我给你一个四边形 对角加起来 180度 判断它是否一个原来接四边形 当然是 那我们从而就可以证实它是四点共元 OK Opposite Angle Supplementary 就是内角互补 证了个 四点共元出来 那反过来 Exterior Angle 等于Interior Opposite Angle 当然也是一个原来接四边形 当然我们又是可以证到 Consciciate 就是四点共元 另外 Converse of Angles in the same Segment 刚才说过 每一个Angles in the same Segment的情况 都会透过 四个圆周点组成的 那如果 我们现在画了 图案是相似的 而 那个Consciate Angle是相等的话 那它还不是 一个 同极形上的圆周角 它还不是动用了四个圆周点 它还不是四点共元 Four Points Consciate 对不对 好 那最后 当然是没有五边形 最后是 A Last 就是切线 切是什么呢 切线就是 Touch as a Point 跟圆形 只会在一点里接触到 要记得 Radius is Perpendicular to Tension 如果我们有两条切线的情况下 我们其实会产生到 一对的 传等三角形 Consciate Angle 那就是 切线Q 和P 它们M 在M 行不行 OK 首先P和Q都是直角 R 行不行 而 OM 分别是 上高和下低的三角形的斜边 对着直角 由于OM是common size 所以hypotence 又是双等 H 而最后的S是什么呢 就是两个的半径 RHS 如果它们 两个三个人是传等的话 它们的corresponding Angle 也一样 corresponding Size 也一样 所以 圆心角 就一样 和处在膠点的角 也是一样 而两条的切线 也是双等长度 好 切线最后的一个知识 就是Angles in Alternate Segments 行不行 Alternate Segments 是做些什么呢 首先 我们会透过 QP 将这个圆形 斩开成两个公形 OK 在Alternate Segments 就是两个Segments 的 Size 就是不同 公形也好 我们分开两部分也好 就是说两旁也好 那都是分开两部分 OK 分开之后 首先我们讲讲 P这个角 我们叫做 弦切角 就是有一条弦PQ 和切线AB组成的 弦切角 而留意 这条弦上高的两点 因为弦一定是由两个的 圆周点组成的 P和Q 当它再射 射了两条弦 去了另一边的 线形 不是不是 公形那里 写在另一边的公形 或者Segments的另一旁 那它就会 去回一个圆周点 组成了一个圆周角 圆周角 和 延切角 会是双等的 OK 这个就是交错公形的圆周角 所说的东西 或者是Angles in the Alternate Segments 讲的东西 原形性质 说完了 我终于可以进入题目里面 首先 第1句 砧头 写出一对 三角形 它们是 Similar 我写了 Triangle D.O.A. Similar Triangle D.B.C 那我有个 Explanation 由于它叫我们写出 你要看那个 Marking Scheme 它又不用我们 去证实的 不用证实的东西 我们就不需要 像我现在画面上的 写一个 Full Step 出来的 OK 所以我都要特意写 Explanation Only OK 首先 为什么这两个三角形 会是 相似的呢 它们有 Common Angle OK 同时间 透过 圆内接四边形外角 Exterior Angle Cycordilateral 我们知道 这两只角是相等 所以出现了两只角相等 我顺着这只角叫做Alpha 行不行 第三只角 我们就透过Angle Sum of Triangle 它们都同时 计出 1-10度-pheta-alpha 由于三只角相等 我就判断了 Triangle Doa is similar to Triangle Dbc Reason就是 Aaa OK 14a说完了 好了 14b1 14b1 它要我们找回 Coordinates of C 当然 它再有给Extra 资料 这条题目 就令我怀念 以前的 HKCE 救济会考 通常 在 B part里面 都有一条 这样的题目 OK 先计算原型性质 后再要用几何去计算 原型 好 它也给了我们 面积 它给了什么面积 就是给了面积的比 就是Triangle BCD的area 和Triangle OAD的area 就是16比15 行不行 如果它们给了面积的比 我们知道面积的比 就知道边场的比 亦都知道体积的比 如果你有这个概念 如果你有这个概念 那就可以 完全 OK 我们就会用 因为知道面积的比 去寻找边场的比 OK 那我就会用CD比AD 当然 AD的长度 就会 透过不示定定去计算 而CD的长度 就只需要把全场12 就是OD 减走 OC 就会出现了CD的长度 OK 当然 这个知道 边场的比 就知道面积的比 就知道体积的比 它的 base 一定是基于 是相似图形 由于我们已经证了 Triangle DOA Similar Triangle DBC 当然可以用这个的知识 好 条式 怎样来讲了 慢慢 继续 继续 我们继续 C就会等于4 或者C就等于20 我们要rejet了C等于20 因为C只能够游走于0至12之间 OK 所以那个Coordinates of C 就是04 14B1 我们讲完了 14B2又是怎样的 14B由于牵涉到Circle Equation 所以我不宜厌其烦 就要继续了 就要继续了 Circle Equation 其实我们有两个形式去表达 一个叫General Form 另一个叫Standard Form 那我就会从General Form 推草Standard Form General Form很简单 就是x2加y2加dx加y加f等于0 行不行 现在我尝试用这个配方法 去做给你看 就是 我们最终可以透过General Form 推草Standard Form 又或者反过来 由Standard Form 做回General Form 都可以 OK 好了 那我们就拿着General Form 和Sandard Form 就下去玩了 首先就是 那个 Circle sorry The Equation of Circle O,A,B,C 我们要找 如果你有看题目 你都知道 我们最终会知道 AC就是直径 为什么? 哦,因为 那只角压 COA 是90度 行不行 所以我们会证实了 AC是直径 只需要找到AC的miss point 我们就会找到 Center 而我们 亦都可以 透过 Center和O 因为O 不是O 我们叫Origin 圆点 Center和圆点 它都是 应该这么说 圆点是一个 我的 圆周点 圆周点 走到圆芯 当然就是半径 就算到是跟13 然后我们就 根据Center Form 塞回圆芯 和半径 我们就会计 这个 圆形方程 展开之后 我们就会做一般式 由于答案 没有要求我们 一定要出General Form 或者Center Form 所以 试试 适当一个答案 都是对的 14B2 还没说完 答案都出了 还没说完 当然有Method 2 先说这句 Method 2了 首先 我们这次 就试试玩 这个 General Form 先切了 Def 就是Constant 然后 我们 试试 写一条 所以它是 所以它是 X2加Y2 再加Dx 再加Ey 再加F 等于0 塞00 就很开心 因为塞了00 我们立即会计到F F就是0 而塞了60 和04 A4的应该是 我打错了 E等于-4 自然 再加三个未知数 Def 进去 General Form 我们就 再加Circle Equation 两个方法 你都应该要识 因为 如果 今次如果我们讲 计算的复杂程度 当然 Method 1会深一点 但是Method 1就是 我们知道的东西 Strict forward 很多同学都会用Method 1 Method 2就是在今次的情况 由于 其中一点 是处在00 当然 会计算的复杂程度 大大减低 我们都会考虑 OK 考虑Method 2 14条或者整个APART 我都讲完了 好 多谢大家收听 有什么问题找我 再见